独居 可是问题是说 是什么理由 让我们愿意放弃独居 而选择两个人在一起住了 我们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住 能够讲出许种坏处 互相会吵架 见太多会摩擦冲突等等 可是有一种情况是说无可取代 当我们说一起住 而我们不是说一起住个两个月 三个月两年 不是啊 是说建立一种关系 那种就是共同体的关系 在我看来说 你感觉你愿意 而且你希望跟这个人 在同一个空间下面一起生活 所谓什么相依为命的感觉 我觉得说这种感觉 没办法被其他独居的 一百个好处来取代的 你当然可以不要相依为命 可是这种很独特的感觉的 我跟你近似 但是我现在开始反思 我们是不是有点out的了 就是有点老了 我还是觉得你要是说真的一辈子 真的一个人 就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人 连个伴侣都没有 这种境况 我还是很难想象 就是咱们所说的独居 你能接受到什么孤独 我现在给你们做个测试 你们自己可以评价一下 国际上有这个表 你就发现呢 你都以为自个儿我要爱孤独 对吧 实际上有的事 你不一定能接受 你比如说你看看那个表 国际孤独等级表 你看啊 这谁靠的 我 文道你 你说说 一个人逛超市 你没问题 没问题 一个人去餐厅 大家都没问题 一个人喝咖啡 一个人看电影 很喜欢 一个人吃火锅呢 有啊 现在有那种小锅 喜欢吗 我可以啊 可以 你不用数了 我到第十几都行 我告诉你 我哪个不行啊 你也别吹牛 因为你根本不去唱K 我不唱K 我是到第十几都行 但是呢 这个第六几 一个人去唱K 有问题 那我去 那不是犯傻吗 我现在很多孤独唱K嘛 你不知道吗 你没在机场见到吗 就是街头有那个亭子 不是 这个不能测 因为我根本就不爱唱K 我必须有一个人 我一个人去包个房唱K 所以这是这个问题 再有一个呢 一个人去看海 哎呦我好喜欢 对吧 然后呢 一个人去游乐园 哎呦 我也不太去游乐园 问题是 假如要去呢 家里给你钱去旅行 可是家里没钱啊 那没人陪我去啊 那当时刚好有个 没听清楚 什么叫你家的传统 谁是必须可以去旅行 不过又没钱 所以你还是去不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去的两个是 但是没人陪我去 那我只能一个人去 那刚好那时候我父亲有个朋友 有一个去美国旅行的一个票 便宜的 一个跟着旅行团的 那我父亲就给他买了 就给我去 那没人陪我去 一个人去 那其中有一个地方 就去加州的 迪士尼 乐园 在那边 Santa Anna 对 就在那边玩 我印象最深刻 同旅行团的人都是两个三个四个 我就一个 然后玩那种什么过山车 玩什么车 你尖叫恐惧 只有你自己 没人陪你 然后玩那些好玩的 想跟别人分享 这个好玩怎么样 没人陪你 一个人 那种感觉 其实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坚决 不可能一个人去游乐园 连一个人旅行 我都尽量避开 但你说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特别 为什么 你那种是群体中的孤独 你那是个旅行团 你旅行团里面 人家一家老小的 三三两两的 然后人家都搂在家 那你就一个人 那你这种孤独感 当然特别强 而且去游乐园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 因为我现在经常是被迫 要去游乐园 我都不想去 带孩子 什么不是迪士尼海洋公园 我已经是烦死了 我经常看到一个现象 就在排队的时候 经常有女的 就是女孩子是一个人 你很明显看出 她是一个人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想说什么 那你看到过 我不是看到过 我就觉得跟嘉辉呢 还是跟团的 说到底是吧 我觉得这还是有一种人性 就是有一种人 她有没有人享受一种 就是 围见忧人 独往来 我记得多年之前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 就喊文签 我那个女孩子呢 沉默寡言 老不说话 总是背着个话夹子 就是看见什么就画 就画 我跟她坐在一起 她也没什么画 你知道吗 就是画 总算人找到个理由 不跟她说话 对呀 我在她对面 她就画 不管我说什么 在画 有时候笑笑 就画 那个女孩子很有意思 后来不知道 不知所踪了 我很少见到她 我很少见到她说话 然后呢 她再有一个行为 就是一个人去游乐园 但是呢 听她这么讲啊 我都觉得要流下泪来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 她说她喜欢去那个 就是淡季的 这个就是没人去的游乐园 她就是 你能想象到吗 根据我的描述 就这么一个女孩子 她一个人走在游乐园里 那个旋转木马 她们尤其还做旋转木马 她做旋转木马 还有小飞翔 然后就是一个人 就把这个默默的 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玩一遍 我不知道 你比如在我这种人心里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享受伤感 享受忧郁 其实我会这么想 但是我想也未必 就是你不知道 这个女孩她内心 你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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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测诚 有人是真的是喜欢这样的 就她有 因为为什么呢 听你这么讲 她可能觉得自己 将来要在创作上面 要干些什么事 有一些人 专门喜欢去 破败的游乐园 她当时是在做记录 可是问题是呢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还不是你说的 台湾女文青 现在很多女孩子 单独出门旅行 她一点都不孤独 为什么 她随时在打卡 随时在上网 随时在告诉大家 各位 我今天 她可能还是个网红呢 我今天来到迪士尼 这个新的这个游戏 我刚才玩过 我给大家报告 怎么样 你看 这是我刚才拍的照片 这是工作 忙死了 朋友圈就是她的舞台 对啊 对你知道吗 其实你刚才说 就那个女孩子 不是一路会画画吗 一个人去旅行的人 其实她一定会有一个 非人的伴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画画 就是她的伴侣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 我也经常 以前 曾经自由的时候 我一个人去旅行 我的伴侣就是一台相机 我觉得那时候 你一点都不孤独 你就自己跟自己玩 而且听说江湖说 就是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把你老公勾回来的嘛 吓死我 坐飞机 江湖船船 坐飞机 我听的是另一个版本 这头等舱 在旁边 完全没有 好像是 你们怎么就开始聊起来了 我们突然发现 在看同一个片 不是看电影 在看同一个片 后来醒过来 我就问她 睡着了 上飞机已经是午夜了 然后我就问 那个片其实结局是什么 好像是那样 我也不记得 哎呀 我们也不同版了 我还以为醒来 才开始留情 这个感觉很有意思 黄肉格式 就是说 你那个时候 远远想不到 最后他是你的夫君 对啊 缘分 缘分嘛 不过这个是好糟 像下回坐飞机 看隔壁看什么片 赶紧也挑那个片 结局是什么 我记得可能 还有个可能是 他有一张报纸 在看星座 我在问他 你什么星座 你这看你 很冷 过程都不记得 我知道的那个 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 在飞机上啊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在飞机上碰见了 未来的岳父 哦 女的那个 不是 老公的爹 是女的什么 公公 公公 不叫岳父 怎么叫碰到未来 就是这美女的 这美女坐飞机啊 旁边 坐一个老人家 就跟这个老人家 聊起来 后来呢 就等于是这个老人家 又把自己的儿子 推销给他 哦 最后成就了好事 所以说他是属于 先碰见公公 这个飞机上的旗员 这种家庭问题 就不大了 跟公公 对 你看他跟公公 聊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 比不上他那个浪漫 两个人看完片 最醒了 照节约 可是别忘记啊 你们刚说的 各种情况 都是想象 那个人 一个人去旅行的 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对不对 背着一个画架 拿着照相机 这个那个 那生命会走下去嘛 你十七岁 二十三岁 二十五岁 二十八岁 可能很enjoy 很享受 一个人被一个画架 什么去旅行 去吃饭 你走下去了 三十八了 四十八了 你能够想象一个大妈 坐在游乐场 坐在木马那边 坐在那边 拿着一根玉米 在啃 浪漫吗 他不痛苦吗 你在说我吗 不可能 然后一个大叔 自由是不会变老的 因为你 越老自由越真 你还年轻 我记得 当然我 因为生命会走下去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需要 心理需要 身体需要 我记得我稍稍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岁 有一次在铜锣玩 一个人 我太太不在 我一个人去吃晚餐 走过一个地方 那种吃削辣店 香港广东削辣店 我坐下来 我很喜欢吃蛇 蛇羹 广东人 坐下来一个蛇羹 一个削辣 然后突然坐一个人过来 一个我当时看是老头了 其实可能我现在比他还老 他五十多岁 坐在那边 一个人点了一碗叉烧饭 一盆青菜就这样吃 一个人也孤独的吃 我当时又觉得好难过 我就发誓我老了 绝对不能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跟你完全相反 我跟你完全相反 我不是爱吃吗 有人叫我叫美食家什么 其实也不善 但是我敢说 如果我算是美食家 我就是孤独的美食家 我的美食家养成之路 是一个人拼出来的 你知道我在 刚刚念研究生的时候 大学都在当助教 我几乎全部薪水都拿去吃 我很爱一个人去吃 非常适得 然后我很舍得吃 那一个人吃 吃中菜很麻烦 对呀 所以为什么 我对西餐比较熟 所以你觉得 现在适应这个需要 这个先是在外国 现在中国也有了 叫一个人的餐厅 对 就是给我们这种 然后我那时候去 把香港的那时候 还普普通通的什么 日本餐厅 都几乎吃了个片 然后我打工 所有的钱也拿去吃 要不就买书 然后我宁愿走路回家 一个多钟头 但是要吃 吃好的 然后就到处吃 然后我常常一个人吃饭 哪些餐厅的人都认得 一开始他们对我有误解 对我特别好 觉得 这也是个 不晓得什么密探食品家 我那时候发现 你要让这个餐厅 对你伺候好 有个秘诀 现在不一定零 那个年代 一个人吃饭 吃着吃着 拿本子出来 寄点什么东西 保证这个餐厅 好酒好菜 都上来了 那个米其林的那种侦探 就那种 然后后来我发现 就是我有时候 真的想吃中菜 不方便 但是有一个地方 能够解决这种需要 就庙街 庙街有几档 它是拼大圆桌 然后叫小菜 我太记得了 那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一碟小菜几块港币 一个蒸的泥丘 它没有什么蒸鱼 蒸鱼多贵对不对 这条泥丘 就十块钱还多少 然后就拼桌十几个人 除了我是个年轻人之外 全都是你说的那种孤独老头 可是我觉得大家很有乐趣 就每个人叫 我们香港人不喝二锅头 叫这个烧酒 双蒸 双蒸 摆在桌上 然后喝着喝着 大家就喝开了 就开始聊起来 我那时候还喜欢去一家 在旺角的一个书店楼下 书看完了 下去一个人 吃这个牛渣面 然后叫这个牛百叶黑的 而且要 然后就是一瓶 麻蒸 我就像 我十几岁就像孤独老头 那么来吃喝 然后全部人都认识 我并不觉得他们很悲惨 我觉得大家很快乐 我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男孩 跟我告白 就说 以后不让你一个人吃饭 我想妈呀 我就喜欢一个人吃饭 拍到马蹄的上去 没想到眼前是这么一个 灭绝师太 侵犯我的自由 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挺能理解的 但是好像中餐 确实是他 因为分量特别大 你一个人去点菜 一定不太好点 所以我要去那种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呢 为什么 他全都是这种 孤独关挂老人去的 庙街你想想想什么地方 你没想过那种平民地带 他有那种所谓平民夜总会 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地方 庙街有些门口 比如说听到音乐声很响 然后里面就是有人在唱歌什么 你推门进去看 全都是单身的 就阿叔阿伯那种人在那边唱 或者听那个小姐在唱 那个小姐也都是大妈了 说小姐唱成大妈了 然后再鼓掌啊怎么样 就那种调调 整条街都是给单身男人的 他不一定单身 他可能有老婆在家 一个人 他单身出来玩的 个人行动 所以说就是寻求个人自由的冲动 就是你们刚才讲的是说 这个享受孤独 舒本华的结论是 这个才思卓越之事 对吧 往往都是偏好孤独 孤独对他们来说 是简直是生活的必须 他我倒给他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就是爱因斯坦 你看这个爱因斯坦啊 他老婆呢也是贤妻良母 但是你必须接受爱因斯坦的一个毛病 或者说他一个习惯 这都会不见几天 即便在家里啊 他需要家庭生活 他都能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是呢 他会他太太你必须适应他 就是他必须每天 首先每天有很长一段时间啊 他在一个屋里 他独自思索 而且有的时候呢 他出去一个星期 到瑞士啊 还是到哪儿 他一个人在一个船上 就划着那个小船 他大概考虑这些物理学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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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就是包括他的太太 按说夫妻感情 也即便很好啊 也很觉得就是说 爱因斯坦这个人啊 就是他有这个凡人生活 我们夫妻生活的这一部分 但是我也总觉得 他有一个部分就是特别毒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舒本华说的那种 你让这种人 天天跟这个这个这个 所谓平凡的社交生活啊 那对他来讲 有时候对他的对他的性灵 是一种伤害 没有平凡不平凡 是一个考虑 另外是什么 幸福感 你要不要那种幸福感 幸福感有时候对你伤害的 比方说你们见过的帕穆克 帕穆克 他那时候跟他前妻嘛 因为他离婚了 男女朋友的时候 他前妻这是他当时女朋友 不晓得结婚了没 在美国读博士 他跟着去 后来他说什么 他们住在一起 好像过着上夫妻生活 这样的情况 他说他是几乎是他生活里面 创作生活里面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不是不快乐 是最太快乐了 太幸福了 太高兴的说什么也写不出来 对他说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他幸福的这种爱情 婚姻生活完全妨碍了 我的创作灵感 那最后他的应对是怎么样 就那个在家附近那个 那是后来啦 他刚没有钱去找一个写作师 他怎么样 每天早上还是穿好衣服出门 出门干什么呢 走15分钟的路 然后再绕回来 再走回来 他那种自己感觉 他不是生活跟写作 都在同一个空间 其实是同一个空间 可是他走了这样半个钟头 他就自我安慰 自我催眠 好像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好像环境变了 好像去了上班 去了工作室来写作 所以有时候太幸福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她是个作家 她有平台可以去说她的感受 那她老婆有没有平台说她的感受 我没注意她平台 因为对啊 你像那个沃尔夫很多年以前 就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对吧 就你自己的房间 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我到现在还是有些困惑的 就是其实你分不分得清 什么是寂寞 什么是自由 就有时候你觉得 你想要一个人陪伴 你觉得你是 你失去的 你想消灭掉的那个东西是寂寞 结果你失去的是自由 其实它是在一起 我跟你们这个大胆的披露一个丑闻 不叫丑闻 但是就是我提供一个标本 你们可以帮我分析 我知道这个孤独和寂寞这个词 但你信不信 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可能有病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空虚 所以呢 我老把自己填满 我忙 就是鲁玉问我 你在家干什么 我说我忙 我忙得不得了啊 我就 我可以两个星期不下楼 但是我可不是空 我没觉得孤独啊 我每天的事情啊 你看每天很烦的 就你早上起来还得吃早餐 对吧 然后呢 你吃早餐 你一会儿要看看这个画 一会儿要得看看那个书 还有那么多集的那个英剧 美剧 中国电视剧 都储存的 看不完 还得准备圆桌派 然后每天必须要走一个小时跑步机 就这个 我你知道吗 我可真是 还得洗澡啊 没错 还得洗澡 还得喘气呢 还得喘气 就是 我就是 真忙 以至于 这到独居会有问题的 独居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跟你讲 有意思 我要是 我可以一个月就不见人 但是不见人 有时候会到什么呢 比如说 我到隔壁的好朋友家去串门 来来来来 家里几个朋友 来来来吧 这个 我出门的时候啊 会有这种脸红心跳的感觉 对吗 三点动人 虽然就是去朋友邻居家 但是因为太长时间没出去 又想着那儿还有几个朋友嘛 要见人了 你知道吗 会有点小兴奋 好久没有闻见人味 那文道 你说我这个是什么病例 这不叫病吧 但是你看 周围人 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讲 孤独啊 寂寞啊 好像是 不是 我们讲那个孤独 还不是说一个人觉得闷啊 没事做 或者觉得自己 没有办这种孤独感 孤独感不一定是 孤独感有时候是什么 是明显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小时候第一次体会到孤独 恰恰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人 是因为在人海之中 我骑着车 在 有一天放完架回学校的路上 骑着车 看到身边很多车 很多人 经过了一些同学 忽然之间 我好像意识离开了身体 在后脑勺 看见自己 我其实跟这些人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就是一个人 你看见了我 对 我看见了我自己 这一刻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这个很多城市青年有共鸣 我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他们的一个定义 就是叫说我为什么老觉得寂寞呢 寂寞就是啊 周围全是人 甚至周围全是熟人 是同学是朋友 可是我仍然觉得很寂寞 我仍然觉得我是自己一个人 这叫孤独和寂寞 这其中一个他们的定义 那个泰格尔的诗嘛 他说什么那个怎么说的走上街头 意思说这个就是人朝人海 但没有爱着 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爱着 就是街上全是人吧 就那个感觉 但没有爱着 他是这样来形容 那就是共通的嘛 中国老话不是说嘛 相师们天下 知子无一人嘛 知交又皆人 对啊 你都会面对这种情况 但是问题是我并不觉得 那是一个那种 觉得没有人了解啊 没有人知心啊 而是你只是意识到自己是 是一个个体 其实很多人 你们都说到非常抽象了 实际上现在很多年轻人独居 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离开了自己的根 他没有家人住在一起啊 他是北漂也好 什么互漂也好 对对对对 他其实是没有 他周围没有人 你这特别好 你帮我把这个话题又转回来了 我刚才讲啊 就是那是极少数的 极少数的咱不管 别管的意思 对对对 别管的意思 让他们孤独去吧 我说的是 极大多数人是什么呢 就是说实际上呢 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改变 比如说从这个十几世界资本主义生产 人的就原子化了嘛 人就个体化了嘛 而且呢 这个人跟人之间呢 也有越多的 其实是对自己的生活 这个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你比方说 有一个女士啊 她是客观原因 她跟她的老公 这个两地分居 两地分居呢 时间长了之后呢 她就跟我讲 她说就是像我们这个 三四十岁的人啊 她说其实我后来觉得 开始还想掉到一块 后来她说我们都不想 就是这样就挺好 她说我告诉你什么啊 她说这个现在呢 她一年其实飞过来很容易 她说但是她每个月回来 这么一个礼拜啊 实际我觉得很麻烦 因为你知道吗 我习惯了床是这么扑 我习惯了牙刷放在这儿 我习惯了每天早上 我可以这个穿着睡衣 或者穿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去厨房 自己随便弄个什么东西 或者今天不想吃早餐 就不吃了 对吧 她说你真是老公来了呀 就是她说我发现 我很别扭 就很麻烦 甚至觉得恨不得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有个朋友 她是长期就是做太空人的那种 就是自己呢 在北京打聘 然后全家人呢 在国外居住 那么后来呢 住久了之后呢 她家人包括她太太呢 就说哎呀 夫妻分开了快二十年了 这总是不是太好 这个不如还是住在一起吧 又回来北京 大家要住一块 就住一块 没多久 就容易深摩擦 那么而且是常常有时候 就有些小吵闹 你知道他们怎么解决自己的吵闹问题吗 他们过去啊 夫妻常年分居 但是养成一个习惯 就每天通电话 每天通电话 二十年来长途电话 然后有时候还聊得挺长 而且很开心 就每天就夫妻感情 每天半小时电话 很快乐 很满足 于是他们住在一块之后 每回闹矛盾 电话说 电话说 各自找一个房间 打电话 然后现在他们住在家里 住一块 仍然保持着在家互相通电话的习惯 两个房间是吧 我这是标本啊 你就这样 太太在那儿了 不是到了晚上说 大嫂原来这样 我们是用那个通讯讯软件 就说约吗 约看电影 约在客厅见面 然后好 我们家是不是很大 这个形状长形的 是吧 我们等一下约在会客厅 是吧 行我现在叫 三分钟后 听上去过上了李嘉诚的生活 三分钟后在客厅 我现在叫John去准备一下马车 我叫菲庸准备咖啡 然后再在客厅见面 没有李刚说那种情况 当然很特别 分开二十年 坦白讲不同的人 所以我们说回现在的年轻人 我问很多年轻人学生 问他们都听很多 都是说 以后交男朋友女朋友 娶老婆家老公 最好是能够不经常一起住 能够独居 就像我们刚说的 就住得不远的地方 这样 Woodie Allen的电影 或者Woodie Allen几十年前就是这样 在曼哈顿 他有钱了 所以那是一种选择 而这种选择来越普遍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理由 是什么 你不愿意付出 不愿意牵奏 因为我刚说了 独居十个好处 十个坏处 同居十个好处 十个坏处 那你那种共同的商业为命也好 互相照顾也好 甚至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那很重要 就等于我们为什么要花钱 买票去听演唱会 你在家里其实可以看到 看到演出什么什么 可是我们希望跟我们的偶像 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时间 存在那边 其实当我们谈爱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希望跟这个人 在同一个空间 我们存在在那边 Or do something 一起做一些事情 吃饭 看电影 可是你们要付出的 你要牵奏的 你刷牙 还是我先刷牙 你洗碗 还是我洗碗 现在的二十来岁的人 基本上不愿意付出 付出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委屈 对了 而甚至不是牵奏 是委屈 你讲的 你看乙军 我是60后 你是90后了 这是我自己能感觉到 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我们希望女孩子 越来越有自己的 这个自主意识 谁说女孩子 就是要伺候男孩子 我第一个就不同意 对吧 咱先把这个理想 讲清楚 接下来就要说特难 不是 但是我的确是真的发现了 你看 像我们60后的吧 那个时候大学啊 班里的同学 谈恋爱的模式 往往都是说 谈恋爱上了吧 这女孩跑到我们男生宿舍脏不叽叽的 一看就是爱自己男朋友 就给男朋友洗衣服去了 甚至把男朋友同宿舍的这几个男的 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 她不是当女仿舍脏去了吗 她不是女仿 她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子 那个观念不一样 就觉得 哎呀 你们男人就是不会生活的 女孩子呢 是会生活的 弄得干干净净的 男孩子有面子 不管是什么吧 还不一定 是这么一种生态 这种生态我要批判 这个生态我不主张 我不主张 但是呢 真是 我现在感觉到 有人跟我说的是另一处 就是说 现在谁照顾谁呀 都是儿子女儿 都是爸爸妈妈的金宝宝 你知道吗 现在的问题是 有一些吧 咱们就像留学生 他们最明显 说那个 比如说90后的 00后的 这个有些女孩 你见过他们那卧室吗 哦 我最近见过一个 我能理解吗 你知道吗 跟和报现场一样 我能够理解 那家伙 就是你知道 就是所以现在的男孩子 也在转变 没谁觉得天经地义的 就是说 谁该照顾谁的生活 甚至男的 你得照顾女的生活